广东瑶族博物馆位于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 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 藏品1万多件 是全国收藏瑶族文物最多的一家博物馆 藏品包含了传统服饰 银饰 瑶秀等等 记录了瑶族的历史和文化 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瑶族博物馆 依赖瑶族风情 首先看到的这个展品 就是我们的这个过山榜 记录我们这个瑶族迁徙的历史文化 神话传说 这个排瑶迁徙图 是由于我们这个瑶族人民 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语言 所以我们的秀娘都习惯于 把我们所要所记载的这个三合日月 包括我们的文化都用刺绣的形式记载下来 记录我们这个瑶族祖先 一开始飘洋过海的一个经历 来到的这里呢 就是我们展示了全国三十多个瑶族分支的服饰展 首先往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美国的过山瑶 那这两套服饰呢 就是我们美国过山瑶的瑶族分支 在我们博物馆2013年1月份开馆的时候 他们穿着这个圣装过来参加我们的开馆仪式 仪式结束之后呢 他们就捐赠给了我们博物馆用作展览 连南的八排银饰品有手镯耳环 包括我们的银项圈 那银项圈一般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呢 一般我们就带一到两个 但是在我们结婚包括耍歌堂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会带十个左右 那像我们这些银饰品 以前来说我们也象征着贵气跟正气 但当然啦不是我们每家每户都可以有一套自己的这个首饰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一代代相传 比如说外婆传给妈妈妈妈传给女儿 所以我们的银饰品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家里如果有三四个女儿 那么每个人可以得到可能有两个项圈 或是另外一个女儿就可以得到一对耳环 都是这样子一代代传承下来的